我呢那个从93年就开始自己出来在中国做生意 这个通过做生意这段时间 感觉到自己知识就不够 随着这个生意的越做越大 感觉自己驾驭能力越来越小 所以说我想再给自己充充电 这个在这种这种心态的驱使下 我就在找学校 那么后来呢通过朋友介绍 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机缘 就跟这个西东大学呢 有一个机缘相识 又进入集团大学的在上海的一个培训班 EMBA的培训班 通过这个学习感觉到对我的人生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的一个作用 做企业呢 这个应该说从小呢就是有一种梦想啊 就想这个把事做好 而不是说一开始我就有一种想法做企业 当企业家 93年出来自己做 因为中国刚改革开放 那个时候我从安钢出来自己做生意 这个就觉得应该首先的这个做企业就是一种诚信 诚信是基础 实实在在为这个做事做人 这也是我的信条 做生意的过程中就发现光有这种信条不行 还得有一种这个知识啊 通过这个在这个西东大学这个MBA班学习啊 就感觉这个使我就是有一种这个脱胎换骨的感觉 这是这个西东大学教的我们的是这个做生意的一些实实在在的实战经验 和一些案例 这些案例的分析 这些这个从这些做之前做企业的成功 失败的经验的总结 给我这个更好的做企业 提供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捷径 也一个借鉴 所以实在使我这个对这个做生意啊 积累和这个前进道路啊 给我一个很很好的一个职业 我们在中国呢 我们这个海龙公司啊 从93年我刚才说了93年我就开始做 那么通过这十几年 15年16年的积累 这个时候我到10年的时候 公司做的规模基本上成型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 我们还是一个国内的一个 这个这个中国的本土的企业 我们的市场还在国内 那么现在早已经国际化了 这个地球都地球村了 所以说这个我做企业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海龙呢 应该走出去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想法 要到国外去搞个并购 我觉得并购呢 是一个最快速的国际化的一个 一个捷径啊 那个那我们就从10年的时候 就就在这个找目标企业 我们的首选呢就选到了美国 因为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那么我们跟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企业联姻的话 我们就把中国的企业迅速的 拉伸到国际的平台上 所以说这个时候驱使我 就到美国来 这个通过这个律师啊 和会计师事务所 给我们做一些这个包括专业的团队 给我们这个找一些寻找 核实目标企业 通过这一年多到两年的时间 的寻找 包括这个这个评估 我们选择了这个一个是叫 特尔奎普的工串机械制造公司 还有一个就是菲利普斯煤炭机械制造公司 这两家公司呢 因为我是做装备制造业的 跟我的就比较相近 我们也没跳出机械制造这行 但是呢又不完全一样 又能够互相这个这个这个促进 能够这个这个美国这个这两公司的技术 又能够回过头来指导菲利普斯 指导我们海龙公司的整个的技术 技术提高 另外一个这个菲利普斯的产品 和特尔奎普的产品 也是中国呢 这个这个这个 在这个行业里需要的产品 市场中国有 所以说我们促使我们买了这两家东西 要讲这个区别呢 细小的地方肯定会有 这个由于这个两国的国情不一样 还有呢就是由于这个所受的文化 这个东西方的文化也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企业家的这个对这个企业经营的理念 包括对市场的这个这个预计这个这个定位都不完全一样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中国的企业家 有好多是应该值得中国企业家学习的地方 这个这个这这么说之前也是一个文明古国 这个对经济上对这个市场化的时候 中国有很多经济上的一个独到的一些理论 但是随着这个工业化革命以后呢 我们这个有好多这个中国的这个在经济上 在企业这个这个理论上的应该向这个西方发达国家 这些经济理论学习 但是我是一个实在在目前讲是做生意的 呃也是个做企业的 我想在这个行里肯定会一直做下去 呃我觉得想要成为这个企业家的年轻朋友啊 我有几句话我要送给他们 就是我们都有梦想啊 但是首先呢要有准备 所以你这个有理想才能有目标 有目标呢才能有追求了 有追求才能实现 那么最根本的我讲方才我也说了 就是呃首先要做到这个中国中国古语讲的 就是首先要老老实实做人 实实在在做事啊 这个在成功的路上呢没有这个捷径 只有这个不不不怕吃苦啊 这个要有敏锐头脑啊 努力奋斗啊 有目标才能会成功啊 另外一个做企业 必须一有一个一条真理就是诚信啊 做做一个实在在商人不能做奸商 就永远能够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